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期五的胃眼看油金梅的时段 有Stella继续跟我们分析节目 大家好 Stella 今天的市场真的有A股大动 大动了不止香港 整个阿泰区都被它没起 亦都看到它的升幅很亮丽 上证A升3.2% 这个深城市也升超过4% 还有那个成交也是放量很大 看到比较上特别的就是 茅台的创新高 高盛看它超过1000元 今天也升到800多 因为盈利也看好了 另外这款之外 比较触目的是 我看不到为什么 中国中车已经跌了10% 奇怪的地方就是 以前不是有南车和北车的吗 当时是合拼的 对我以往理解 通常是分拆才可以 释出真正股票的价值 当时唯一解释就是 如果它是否合拼之后再分拆了 但是现在看业绩这么差 就不用想了 分拆这件事 那是否就是 其实有些瓶颈 要去到业务上 其实我觉得 当天他们合在一起的时候 其实有另外一个取向 他们不会只看股价可以升还是跌 始终在他们合拼的时候 特别是在内地 其实前景比股价更重要 他们的股价升还是跌 当时就是因为 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连线的时候 就说要有很多合约 可能就要去和国家的公司去揮 如果有些国家 譬如一带一路 完善的国家 他们要建铁路的时候 很自然的地方就是 究竟就是 连接近这间公司 究竟有多大间 就不想他们互相竞争 在南车和北车里面 其实就是 因为当时他们的对象 就是对手 并不是南车和北车 反而是日本 德国 其他地方 所以变成要南车和北车 在一起 他们的资产值才够大 去和别人竞争 窗口对外 所以就是 那个资产值很重要 是的 当时就是为了这样的原因 就在一起 因为够大间 就是用一个 中国派这个中车去外面 日本派去什么 德国派去什么 去竞争的时候 才有这个竞争力 否则如果你拆开的时候 我说 蓝车又进来 北车又来投 你两间这么小的 两间都不会中 根本就是 所以当时 其实有这个考虑 在这里 但到了现在 那句话 就是你全部一起去投 也不一定能投到的 对不对 所以在业务上 就是有点 卡住了 因为 大家都以为 就是中国 一带一路的概念的时候 完善的国家 应该是埋中国的 但是有些国家 又不是这样的想法 他们觉得 你中国要有 一带一路的概念 那就是你求我 可能他又想跳草拳舞 可能我又想和其他国家 打交道 所以就不买中国台气 所以很多时候 在我们开始以为 就是完善一带一路 所有国家的铁路 一定是中国做的 但是这些 我们也是想错了一点点的 现在就看看 接下来 就是中国用一个 真正的实力 去争生意回来 是的 那那个雨 算盘打不響 就在股价上反映了 是的 没错 但是其实 你觉得 这个是一个短暂的现象 会不会趁这个跌的时候 吸纳呢 我觉得其实 因为股票 整个大市就好好了很多 是的 没错 其实我觉得 可以是趁这个短暂的 吸纳的 我自己认为 就是说 之前争取不到 又不等于 接下来争取不到 还有就是说 中国也是 各国的国力 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其实很多国家 都要看回中国台气的 说真的 又是那句 就是说 究竟 譬如 日本和中国 德国大家的材料差不多 或者在价钱上的时候 中国优惠 一些 其他就可能贵一些 总之 一定有些优势的时候 其实就会令到其他国家 去选择中国 我觉得其实 可以趁这些低位时 吸纳 另外 没有上市的华为 都有业绩公布了 都赚了千多亿的 是的 就是估计不到 其实现在他的份额 是很接近三星的了 就是仅次于他的 但是这个业绩是两历的时候 亦都看到英国突然间出来说 其实法国有漏洞 就是早前一早已经是 英国自己说 不听美国之敌的 那就可以搞得到 如果有什么漏洞 可以管理好 现在来说 他又不知道是否想得到好处 谈生意的时候 提出一些漏洞是需要补的 华为也说要全力去付 好了 这个消息 其实可能有机会 是成为负面的 但是没有影响 A股照升 所以升得很亮丽 在这个港股方面 看到是落后了A股 因为它早前 A股上升了 但最近又有调整 好了 今天港股 H股就是 0.75%升幅 很清楚是落后于A股 港股行指方面 看到地产股做得好 劝商股做得好 但是此外也是很容易 你觉得譬如你一早说过 A股的周期和港股 未必一样 在这一刻 会不会更加分度揚标 A股继续升 而H股和港股继续徘徊 有这样的机会 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今天A股的升法 特朗普又出来说 未升了 谈得越来越好 始终有一个地方 就是中国和美国的密摩擦 受惠或者受到伤害时 中国比香港更重要 因为香港很多时候 都会靠中国那边的出口 但是你可以选择 但在中国那边反而没有选择 所以中国受的影响很大 你会看到这些消息 大升大跌 其实都靠着这些消息 所以来到一段时间 相信内地股市 如果真的谈得好 内地股市的升幅 可能升幅 会升得比较重要 港股可能就 看看会否受制于之前那些高位 即29,400多的地方 依然都在顶着 你会看29,400 暂时都未必会上破 因为上次的29,400多的位 对 没错 简单一点 29,500 应该不能破 但是A股又如何呢 A股刚刚曾经 3000点失而復得 今天就上到3,100 后市看A股是跌多少呢 如果A股方面 因为今天是第一季的季节 即第一季最后一个交易日的时候 变成今天收市价很影响 第二季第三季的走势 我觉得是 那你譬如今次就说 你看到A股的升势的时候 那么凌厉 未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会朝着 这个3,350点的水平进发 因为外资都开始看好 就是A股的业绩 认为应该比预期好些 因为已经见底了 所有股票没有盈利都很难看好 盈利是开始转移 但是譬如公布了那些 都很良例 譬如交行全联成利 升4.9%去700多亿人币 农行也有2000多亿人币 虽然它是顺于预期 但是它也升5.1% 中行就升4.9%都是符预期 基本上是比一般想象更好 其实暂时的中美贸易争拗 其实还没有严重影响到 他们的银行方面的盈利 其实暂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盈利 因为你银行的盈利 就不太关于中美贸易磨擦 其实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多不多企业问银行借钱 去收那个利息 又或者他们一些投资产品 诸如此类 其实只要有生意做 那些企业就会去借钱 所以其实 为什么很多时候就说 看到中美贸易的谈判 好像对A股 特别是耐人的时候 都有一个影响 就是因为做生意的时候 你有前景才会借钱去做生意 对 你没有前景就不会借 因为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还 都不知道有没有得还 所以就好像有关系 但其实如果你说直接 其实就直接没有关系 反而内险 因为它有投资在A股上面 A股水涨船高 看到它业绩一般 但是股价今天升得很厉害 对 没错 其实会应该买内险比买内银 那两个都要选择 如果我们假设中美贸易 真的能够成功地谈判到 又签协议的话 一定是买内险会好些 但是在这个情况 比我们的预期可能更乐观 因为它可能会谈得好 你觉得最大的突破 是否由于谈谈知识产权 甚至中国提出 例如买多些猪肉 看到有猪瘟 不如买些美国猪肉 也可能会提出一些 所谓外资法里面更大的保障 根据新闻说 以前从来没有提过 现在只主动提出 坦白说 没有人熟悉中国国情 比自己的中国 由它提出 当然比外资慢慢敲门去理解 所以这方面 其实可能正正是由于市场 觉得这是一个突破 也会 起码你会觉得地方 就是说 中国就释出更加多的善意 出来出面 起码你现在不是说 美国那边提出一件事 你就说yes or no 你会有一个反建议 就是说大家都觉得地方 可能在之前那道门 中国真的站得很硬实 他会用另一方面去换取结果出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觉得中国是很想谈谈去的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美国经常说自己想谈谈去 不知道是不是 但是起码你觉得中国是 的话 那变成了 不会说起码不会决裂 因为开头担心地方 根本就是决裂 对 对 现在你看到中国 其实愿意继续谈谈的时候 起码也有一个向好的开始 是的 不单止中国股市是受惠 日本股市今天也很厉害 日经指数也在创 在看收市新高的近例 嗯 其实就是 因为日经 始终中国的影响力也很大 如果是做到贸易 其实日本也可能觉得 美国也不会留难它太多 会不会是类似这样的想法 还是根本上是得益呢 其实会得益的 你始终一样的地方 虽然说日本是一个 没有资源的国家 但是它也会去 入口一些资源时 去出口 你始终日本和中国 那么近的时候 其实中国和日本 没有决裂 对不对 其实只要 中国 就是那个地方 你中国如果是好的 其实你要带动到 周边的国家 都是向好的 因为你中国很多时候 有些资源一些产品时 可能需要其他国家时 去输送给你 那别人的国家 就会做到一个生意 所以变成了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你说 日本的股市升 也有一个 在中国的考虑上面 是 我们最初的话题 就讲一下 比如说美元的走势 因为 看到GDP 其实第四季 是比预期差的 或者是向下调 比预期低 一般的理解 就是如果这个GDP 就是经济 没有那么好的时候 又 就是 宽松货币 现在来说 美国都属于倾向 宽松货币 暂时一年都不会加息 嗯 按照这样去计算 就应该 美元 差不多到订 或者行人止步 嗯 但是美元最近的强势 可以看到 影响到 譬如 土耳其 巴西 甚至乎 印尼的新兴货币 又好像去年那样 烧到来 是啊 没错 你觉得美元的升势 其实是虚火 还是真的 我觉得 新兴市场的货币下跌的时候 其实会造就到 美元是上升的 那你会见到 美汇指数 如果高的 今期是9.7%的水平的时候 其实真的有机会 升穿 之前我们说 见蛋 97.70 其实真的 不排除有机会 是会升穿 所以变成 其实也要留意 就是究竟 因为 有些事情 是很实在的地方 就是现在说 美元升 并不是因为经济状况好 所以美元升 而是说其他的 新兴市场的货币下跌 那些人自然 那些钱一走的时候 就要转到美元 其实这一点 就等于十年前的 金融海啸那样 就是说 当时又是因为雷曼兄弟爆破 那雷曼兄弟的资产就是股票 那他要买了股票去还钱的时候 很自然就等于 一坏股票的时候 那些东西就等于 变成了美元 所以美元当时 也是很强的 那现在就是 不是美国经济好 而是因为 有些地方出了市的时候 他们一平仓 就变成了美元 那最近的美债 忽然成为 这个所谓 避险的 主要工具 因为美十年的债息 已经跌穿了三个月 债息 形成的倒挂 那 换美债 你也要将买美元 才换到美债 是的 除了美国本土以外 这个也是加强的 美金的升幅 好 那 这个 《市场游戏》的 那个 专栏作家 《市场游戏》 特朗普唱探 会不会真的 是美元会回呢 特朗普唱探 当然是会回 因为他自己猜了 是的 他真的唱了 真是会回 首先 97.70 其实真的试了几棍 就是有几个月线图 上面试了几棍 所以其实是很强的阻力位 假设到4月份的时候 都是再次测试97.70 这个阻力位 而又不能够升穿 之后 又是掉头回落的时候 其实就百分之百 确认了97.70 是个顶 其后美元就会反复向下 所以现在只差4月份 究竟4月份是会升穿97.70 还是再次游戏的时候 就回头 因为4月份那棍 对美汇指数来说很重要 是 但是你刚才觉得 如果我们中美谈得好 以前我们也探讨过 其实美国相比中国 只要谈得好 对美国有好处 会不会对美元有利呢 其实美金有利或者没有利的时候 其实始终都是一个供求问题 讲来讲去都是供求问题 究竟这件消息 能不能够令到一些人 觉得应该值得去买美金 其实如果你说中美贸易的谈判 谈得成的话 大家可以憧憬着美国 去重回一个轨迹 即是向好的轨迹 所以美国有机会再加息 不是之前所说的 今年之内不加息 如果美国加息的话 当然资金会拥去美元方面 因为息差上的问题 所以你这样看下去的时候 如果是的话 那真的美元就会再上升 西京市场会继续受打压 是的 没错 这个也要看事后 接着他也说 做多美元 即是好仓是一个最浪费的交易 应该会反而造成回落的 即是相反理论 你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做多美元是一个 最浪费的交易 所以应该反而是会下跌的 因为越多人做的这些 会错的 其实我又不过 现在去到300亿美元 那个剩多仓 是去年12月底以来最高的 是的 没错 其实就是说 越多人做的地方是会错的 其实就是一个羊群心态 即是说 不理3,7,21 总之就是说 那些人是跟这边封的 就跟这边封的时候 变成会出一些平仓潮 和站仓潮 但如果他们走到一边 而是有实质的利益 去支撑他们的话 其实不会震走的 因为其实 说的地方就是 当你没有理据 而站在一边的时候 那大多数的时候 就会是一个很虚的 多数的情景 就会有任何风筝速度的时候 就会倒下来 但是如果大家也站在同一个方向 但如果方向是有实质的利据 去支撑的时候 你就不会震得散 那你的美元 就不会因为多人去持美金的时候 就会出现一个相反理论 明白了 我们时间关系 就要休息一会 和大家再讨论 回来见 对不起 对不起